我资助的女学生勾搭我老公 我举双手赞成 因为我老公有超雄综合征 我巴不得他们俩百年好和 尊敬的王子公主请三连 小朵跟你们是真玩哦 正文现在开始 苏晨姐 我没钱租房子 可以去你家住几天吗 听到电话里秦若的声音 我意识到自己重生了 上一世 我一直资助秦若 直到他读完高中 谁知秦若不仅不感恩 转头就爬上我老公宋洋的床 重活一世 我果断答应了秦若的要求 因为我老公宋洋有超雄综合征 我巴不得撮喝这对狗男女百年好和 我老公之前睡的书房还空着 你过来住吧 我故意将声音提高 好让一旁的婆婆听到 婆婆走上前笑得挤眉弄眼 是之前你资助的那个农村学生吗 她照片朴素 屁股又大 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好生养的女人 原来在这个时候 婆婆就已经开始找女人 来替宋洋传宗接代了 我冷笑了一声 没有大话 在婆婆眼里 对一个女人最大的夸赞 就是少花钱多生孩子 我结婚半年肚子还没冻进 婆婆平日里就阴阳怪气 秦若能爬上宋洋的床 多亏了婆婆帮忙打的掩护 上一世我对此浑然不知 甚至把秦若安排进我家公司 结果那天晚上回家后 亲眼看到宋洋拿刀 肢解了我的狗 婆婆笑着解释说 秦若怀了宋洋孩子 给吃点狗肉补补 你和小秦情同姐妹 她和洋洋的孩子 就是你的孩子呀 这狗养了那么多年 吃得又好 她的肉肯定大补 希望小秦生下的孩子 能和洋洋一样厉害 我看着面色疯狂的宋洋 抱起狗狗的尸体 崩溃痛哭 我当即表示 要让这家人进去坐牢 并且让宋洋这个软饭男 近身出户 谁知婆婆恼羞成怒 在宋洋的窜多下 直接把我从阳台上推了下去 我当场死亡 婆婆被抓去坐牢 而宋洋却心安理得 继承了我的财产 迎娶秦若 众活一世 我发誓 遭报前世的血海深仇 宋洋有超雄综合征 只是一直隐藏得很好 秦若是个不知满足心机绿茶 再加上婆婆这个是非不分 重男轻女的好妈妈 这一家人 千万给锁死 老婆 这就是你一直资助的学生吗 你好 我叫宋洋 很高兴认识你 从秦若进门起 宋洋的眼神 就没从他身上离开过 那眼神 就像是恶狼盯上新鲜玩具 新奇之中带着狠利 上辈子 宋洋因为规予我家的财产 一直压抑自己的本性 所有暴力残忍的事 只敢私下偷偷去做 一直以来 他隐藏得太好了 直到那天 我亲眼看着他残杀了我养的狗 才明白了一切 老公 秦若来咱们家住一阵子 你可得帮我照顾好他 一阵恍惚后 我像往常一样 牵起秦若的手 把他带进宋洋之前住的书房 这个书房 是宋洋私下发泄暴力的场所 我到现在才想明白 上辈子小区里那么多流浪猫 遭不明人是毒手 就是宋洋干的 偏这时 我养的小狗球球突然冲了出来 朝着宋洋狂吠 秦若被吓到 十分自然地躲到了宋洋身后 听到动静 婆婆走出房间 冷着脸说道 死狗温狗 一点正事不干 每天就知道叫叫叫 住这么好的房子 有什么用 改天把你剁了煮来吃 我知道婆婆是拿话点我 和宋洋结婚这么久 肚子一直没动静 婆婆早看我不爽了 妈 球球就像我和苏晨的孩子一样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快和苏晨道歉 宋洋故意出面维护我 和婆婆对了两句 宋洋确实很会伪装自己 回想起上一时球球被虐杀的情形 我下意识攥紧了拳头 但还是迅速转变笑脸 说道 老公 我公司里还有点事 今晚不回来了 你和妈帮我好好招待秦若 公司是多吗 老婆 你要注意身体 别太操劳了 看着宋洋虚伪的嘴脸 我只觉得心里一阵反胃 在出门的时候 我带走了我的狗 我伸手安抚球球 他转过头舔了舔我的手臂 把门关上的瞬间 我鼻尖发酸 都说狗是最敏感的动物 它能分辨得出人的好坏 潜一试试我脑子进水了 才会无视钓球球一次又一次的提醒 相信宋洋是真心对我好 我低头亲了亲球球 这一时 我绝对不会让你再受到伤害 虽然关上了门 可情络的声音依旧从里头传了出来 宋洋哥年纪轻轻就能买得起大别墅 可真有本事 婆婆扯着大嗓门 可不是吗 家里的车房全是我儿子的 当初娶这个媳妇 可是一分钱都没有话 我扯起一个冷笑 宋洋娶我一个子都没话 是因为她是入赘的上门女婿 我妈过世后 她倒是跑到家里来当便宜婆婆了 但我也没有拆穿婆婆这装逼的话 婆婆的牛吹得越大 情络才会越快上套 为了防止上一世的悲剧发生 我开车把球球送到了离家比较远的宠物店 先寄养短时间 球球以为我要抛弃她 望着我的背影委屈得哼哼唧唧 我伸手抚摸她的头 乖一点 等我解决了那堆破事 就接你回家 我特意交代宠物店老板 除了我 谁都不能接走她 随后 我便驱车前往相识的律师事务所 我资助了秦洛这么多年 可她连个专科都没考上 毕业后就直接去打工了 在我停止了资助后 秦洛就以他妈重病 急需用钱为由 不断找我借钱 为了让我放心 秦洛甚至拿着他妈签字 按手印的欠条给我 我陆续借给秦洛的十几万 可这些钱 全都被秦洛私下挥霍 买了各种名牌衣物 包包 这么多钱钱 我干点什么不好 非得便宜那个白眼狼 我拿出手机 调出聊天记录给律师看 问她 我还能不能把这些钱给追回来 律师仔细查看了 我们的聊天记录后 给出了准确的答复 首先 我的转账金额 都不是520之类的特定数字 所以不会被定义为赠予 其次 在你和秦洛的聊天记录里 她多次承认 这是自己以他妈名义 向你借的钱 即便欠条是以秦洛母亲名义立下的 但你依旧可以向秦洛本人 追回这些钱 我听爸 暗自松了口气 从前的资助 是我自己一厢情愿 我认 但是后续转出去的那些钱 秦洛他吞下去多少 都得给我吐出来 至于家里的房产 多亏了我爸妈有先见之明 在我结婚前 就做了财产公正 即便是离婚 宋阳也分不走一点 上一世就是因为宋阳发现自己 在我身上捞不到东西了 才对我起了杀机 这回 我默默地委托律师取证 先把证据拿到手上 那对狗男女 别想从我这里拿到一分钱 委托好律师后 我坐在咖啡厅里 花了足足十分钟 才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宋阳在追求我的时候 对我摆一摆顺 甚至让我以为 他就是我这辈子的另一半 谁承想 宋阳隐藏自己超雄基因接近我 为了独霸我家的车房 和父母留给我那笔不菲的遗产 只要我死了 他作为丈夫 就会是我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这一事 我绝不会让宋阳知道 财产公正的事情 以防万一 我还在街边买了几个隐形摄像头后 才驱车回了家 我一进门 就听到了秦若那夸张的笑声 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饭桌上 秦若面不改色地把头扭向我 苏晨姐 我们刚才在聊宋阳哥哥小时候的去世呢 阿姨说 宋阳哥生来就恐无有力 小时候能打得过一头扭 婆婆听得美滋滋 周围的男孩子都怕他 宋阳脸上得意尽险 还暗戳戳跟秦若眉目传情 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们一眼 心里冷笑 超雄综合症的患者长得高壮 生来就有极重的暴力倾向 他从小爱打架 喜欢挑衅 在婆婆眼里是有男子气概 可我却知道 宋阳心底住着一个恶魔 暴虐是他的天性 这样的人留在世界上 就是一枚定时炸弹 愣神之际 耳边突然传来了宋阳的声音 求求呢 今天一个下午都没看见他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一抬头 对上了宋阳阴智的眼 我不动声色 淡定解释道 我看秦若怕狗 就把他送出去了 话音刚落下 婆婆就不高兴地扯着喊 那么大一只的狗就送出去了 他拍着大腿喊道 我早就说 把那只狗炖来吃了多好 妈 你又乱说什么 宋阳骤然怒吼 随即用眼神瞥了瞥我 婆婆立马改口 瞧我这张嘴 刚才我开玩笑呢 那求求是宠物狗 不能拿来吃的 宋阳拿了碗筷 给我咬了一碗汤 放柔了声音说 还是早些把球球带回来吧 这里才是他的家 我怕别人会对他不好 我接过汤 嘴里硬着好啊 手上抓着的条羹 却控制不住抖了一下 就在进门前 宠物店的老板给我发来了消息 他在给球球剃毛后 发现他身上有许多处伤口 甚至已经发弄溃烂了 老板很隐晦地对我说 那些伤口很小 不仔细看不会发现 可每一处伤口都见邪 加上夏天炎热 伤口蓄浓 对狗来说 无疑是极痛苦的一件事 他这是在隐晦地提醒我 宋阳平时都在虐待我的狗 球球很乖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压根不会胡乱费人 从前的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跟我一样 喜欢救助流浪动物的宋阳 竟然就是虐待动物的幕后黑手 宋阳有超雄基因 脾气发作起来难以忍受 他先前一直都是发泄在我的狗身上 但如今 我把球球送走了 宋阳失去了宣泄情绪的工具 这几天必定难以控制自己 既然秦洛那么想抢走宋阳 我就成全他 让他成为宋阳接下来的宣泄对象 打定主意后 我在饭桌上宣布 接下来的几天将要出差 拜托宋阳和婆婆帮我照顾好秦洛 秦洛嘴上说着不舍 可是他看向宋阳的眼神都快要拉丝了 婆婆的嘴唇都要咧到耳后跟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他照顾好 我脸上笑意不减 饭后 婆婆在厨房收拾碗筷 秦洛拉着宋阳扯东扯西 而我 则是趁机把摄像头藏在了客厅和秦洛的房间里 四日一早 我借着出差的名义 将车子开到了离家较远的地方 才停了下来 坐在酒店 我拿出手机查看家里的监控画面 我惊奇地发现 秦洛来家里的当晚 就跟宋阳搞到一起了 不错 比我料想的还要更快 这件事情 婆婆从头到尾都知道 而我前世 一直都被他们母子俩蒙在鼓里 婆婆很喜欢秦洛 即便是在白天的时候 也不忘给她画饼 他轻易地拉着秦洛的手 等我们家杨阳跟那个黄脸婆离婚 我就让宋阳把你名正言顺取进来 你早点怀的孩子 嫁到我们家来 保你今后不愁吃穿 秦洛听得满脸羞红 阿姨 我喜欢宋阳哥 愿意为他生的大胖小子 紧接着 秦洛把自己塑造成一朵不安适适的小白花 还跟我婆婆说 宋阳就是他交往的第一个男朋友 婆婆被这话哄得开怀大笑 看着监控的画面 我嘴角扯出一个冷笑 他们未免也太一向天开了 就算秦洛真怀上宋阳的孩子 到时候扫地出门的 也是他们一家 秦洛有一个交往了五年的男友 两人感情甜蜜 一度到了谈婚论嫁 我还真没想到 他能睁着眼说瞎话 为了能够顺利嫁给宋阳 连之前没谈过恋爱这种鬼话都编得出来 我找了私家侦探 调查到秦洛这个男友的信息 随后打通了他的电话 私家侦探告诉我 秦洛男友张成混几个大酒吧 没什么正经工作 秦洛并没有跟张成正式分手 就挽起了失踪 我给张成打电话 好心的把秦洛藏身的地方告诉他 当晚张成找上门 气势汹汹的要秦洛还钱 我调出监控 看到张成站在别墅客厅 指着秦洛的鼻子大骂 你这个婊子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花我的钱 你找到下家就想踹掉我 把我花在你身上的钱还回来 秦洛一口咬死他不认识这个男人 哭哭啼啼的要报警 一番争执下 甚至把婆婆推倒在地 最后 秦洛从厨房拿着菜刀跑出来 他身形高大 脸上表情很利 二话不说 扬起刀就要往张成的身上砍去 吓得张成哇哇乱叫 撒腿就往外跑 经此一事 秦洛更是将秦洛当作自己的靠山 他哭倒在我婆婆的怀里 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个男人 他一直骚扰我 我不搭理 他就要污蔑我 阿姨 我心里只有宋洛哥 秦洛那个精湛的演技 不去当演员 真是屈才 但是我知道 秦洛的好日子过到头了 球球被送走了 宋洛那一枪暴虐情绪无处排解 如今面对一个送上门的秦洛 他难道会无动于衷 不出我所料 当晚 我就从监控中 听到宋洛的书房里 传出了秦洛的惨叫声 宋洛把对付球球的那一套 用在了秦洛的身上 婆婆起烟喝水 经过宋洛的书房时 连一丝停顿都没有 仿佛 对于里头传出的惨叫声 早就习以为常 我不在家的日子 宋洛肆无忌惮地 在秦洛身上宣泄 事后 秦洛也在婆婆面前哭诉过 可是婆婆却对他说 男人都是这样 只要早些怀上孩子 宋洛便会跟我离婚 然后把秦洛娶进家门 我在酒店住了几天 回到了家里 宋洛亲密地上前 帮我接过行李 老婆 这几天你不在家 我想死你了 秦洛不高兴 宋洛对我这么亲密 却还是得装出一副热情的模样 欢迎我回家 我眼神划过秦洛 问他 这几天在家里过得怎么样 他眼里有些闪烁 用衣服盖住了身上的衣青 硬挤出一个笑 挺好的 是吗 那看来 是被虐得不够惨 晚饭期间 宋洋突然又问起 求求的事情 对了老婆 你把求求送到哪个宠物店了 我找遍了家里附近的店 都没有看到他 我抓着筷子的手 不自觉地握紧 好在 我早料到 以宋洋的性格 肯定会去找求求 所以我提前把他送到了 离家很远的宠物店 我没把求求放宠物店 我寄养在一个朋友家了 毕竟 秦若怕狗 说完 我一有所指的看向了秦若 宋洋笑了笑 这样啊 其实我还挺想他的 望着眼前的恶魔 我不寒而栗 所谓的想狗 不过是为了虐狗做掩饰 如今狗不在了 秦若便只能在宋洋面前 当一只被他虐待的狗 晚饭后 婆婆又阴阳怪气 指责我忙于公司的事情 耽误了怀孕 言下之意 要我把公司交给宋洋管 我没想到 他们俩母子的贪念越来越大 竟然还敢打我家里公司的主意 当晚 宋洋直接找到我 话里话外 要求我把公司的股份分给他 老婆 咱们结婚也那么久了 我对你这份真心 你也感受到了吧 我想问你 能不能分一点公司的股份给我 望着他灼热的眼神 我轻笑出声 好啊 我也觉得你该参与公司的经营 明天抽个空 带你去医院做录制体检吧 宋洋高兴地搂着我 我就知道 老婆对我最好了 嗯 我微笑地看着他 我爸妈死后 你和你妈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这份恩情 我得早点还给你们呢 带宋洋去体检 并不是为了给他办入职 我只是想确定 他到底有没有生育能力 上一世 婆婆为了得个孙子 逼着我喝了不少中药 却没有任何动静 可秦洋来了没多久 就怀孕 关键是我的体检结果一切正常 医生甚至隐晦和我提过 能不能怀上孩子 并不一定全看女方 所以 秦洋肚子里 是不是宋洋的肿 还不一定呢 医院有许多人 排队排的新交 宋洋拿着化验单问我 老婆 你们入职体检 还要查生育能力吗 我听到后面不改色的笑了笑 是啊 全方面检查才能安心 这都是公司的流程 咱们就顺便查一查吧 每个公司的要求都不一样 宋洋不宜有他 拿着单子便前往医院检查 其他的检测报告 都是当天能出 唯独这个生育检测 需要三天后才能出结果 我们拿了检测报告 就往家走 刚进门 我就听到婆婆扯着大嗓门 对秦洋说 要我说 女人就应该好好相复轿子 从没听说过 有哪家的媳妇 出去抛头路面上班的 我无声地翻了个白眼 我要是不出去上班 她跟着宋洋灯饿死在街头 秦洋见了我 忙给婆婆使眼色 然而她却嚣张到 已经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苏晨 别怪妈说话难听 你都快三十了 还没个孩子 传出去对你名声也不好 公司的是 你还是交还给宋洋管 我注意到 婆婆用的是交还两个字 顿时心下明了 她又是趁着我们不在家 给秦洋画饼去了 要是我猜的没错的话 婆婆肯定在秦洋面前说 家里的公司 房车都是宋洋的 宋洋则是假意 在婆婆面前替我说话 妈 少说几句 我过几天就要回公司了 婆婆欣喜地拍了拍大腿 真的呀 那可真是太好了 苏晨你好好待在家里 调养身体 你要是怀孕了 我把你当祖宗供起来 我注意到 秦洋听了这话 若有所思地扯开嘴角笑了笑 就没有生育能力 因为她患有无精症 我把这份报告小心保管好 并且转告前台 直接把报告电子版 发到宋洋和婆婆的手机上 为了避免这份报告被错过 我还贴心地让前台 将报告多复印了五份 分别寄到家里 公司 邻居家 还有宋洋常去的健身房 以及酒吧 当晚 我回到家后 发现气氛变得有些古怪 秦洋和宋洋坐在秦洋的身边 婆婆堆起笑 拿起一盘切好的水果 端到秦洋的面前 慈爱地摸着她的肚子 苏晨 你回来了 婆婆堆起笑 来得正好 我有件天大的好事要告诉你 秦洋她有了 嗯 一切都和前世一模一样 我故作震惊地看向秦洋 这是怎么回事 秦洋心虚地移开了目光 却用手牵了牵宋洋的衣摆 婆婆挺直了腰杆对我说 苏晨 不瞒你说 秦洋肚子里怀的是宋洋的孩子 你不是对秦洋像亲妹们一样吗 这段时间 干脆别去公司 跟我一起在家照顾弱弱 我目光落在秦洋的身上 秦洋 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解释吗 秦洋向下咬了咬嘴唇 苏晨姐 你不能怪我 谁让你结婚那么多年都怀不上 既然你没能力替宋洋哥开支散业 那我只好代替你 婆婆听了都差点鼓掌了 弱弱就是十大体 宋洋这事也不装了 上前来跟我说 苏晨 只要你把公司的股份都给我 在我的心里 你永远是大 他是小 我被气笑了 给我戴了绿帽子 想着霸占我的财产呢 我不动声色 给前台发了信息 让他发检测报告 同时 之前帮忙调查的私家侦探 也伪装成快递员 将纸质检测报告送来我家 刚一进门 私家侦探先是表示了祝贺 可在听到婆婆说 秦洋肚子里的孩子是送羊的之后 她又立刻装作震惊 且欲言又止的模样 磕磕巴巴的说 这 夫人肚子里怀的 不可能是先生的孩子 这话一出 秦洋的脸色都变了 婆婆当即气得大骂 你个宋快递的胡说八道是吗 秦洋肚子里就是我们老宋家的种 另一边 我已经贴心的将检测报告拿出来 放在桌面上 原来是真的 前几天 我陪宋阳去体检身体了 报告上说他患有无精症 根本就生不了 这话一出 宋阳激怒的用力一拍桌子 苏晨 我警告你不要乱说话 宋阳平日里有心机 很会伪装自己 可一旦暴怒 因为超雄基因的影响 他就会失去理智 宋阳骤然起身 吓得我往后退了一步 而秦洋则哭唧唧的指天发誓说 这个孩子就是宋阳的 与此同时 私家侦探全程戒备 打算在宋阳出手伤我的时候保护我 并且拍下重要证据 婆婆斜着眼睛看我 苏晨 我看你就是故意买通了医生 故意这么说的 检查报告单上 白纸黑字说得清清楚楚 婆婆依旧不信 这个是医院开的证明 医生可不敢造假 我有个办法 秦洋 你要是真的确信这个孩子是宋阳的 不如一起去医院做个亲子鉴定 婆婆听了这个提议也赞成 好啊 若若 走 咱们现在就去做亲子鉴定 然而 秦洋坐在沙发上 脸色惨白 一动不动 这时 婆婆和宋阳都瞧出了端倪 宋阳阴沉着扯过秦洋的衣领 说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秦洋不敢吭声 一个劲的流眼泪 见这情景 我网上添了一把火 秦洋 我听说你之前有过一个男朋友 前几天还来家里闹过 你仔细想想 这个孩子 该不会是他的吧 宋阳的瞠目欲裂 突然一巴掌甩在秦洋脸上 你这个婊子 竟然敢给老子戴绿帽子 说着他把秦洋从沙发上拖到地上 突然抬起一脚 就往他的肚子里踩去 秦洋惨叫一声 身下流出了一滩血 我被宋阳这样残暴的模样 吓得连连后退 另一边 私家侦探已经迅速拍照取证了 这一脚 足够让宋阳吃二十年的牢饭 快说 真业种是谁的 秦洋已经痛到面部扭曲 眼里流着眼泪 救命 救命 我退到了房间里 立刻打电话报警 宋阳死死地掐住秦洋的脖子 是不是上次来的那个肩肤的肿 我问你是不是 他的脖子处 清惊暴起 婆婆在一旁哀声叹气 若若 你说你为什么要骗我们 秦洋差点被掐死 他喘着 粗气流着眼泪点头 这孩子是张承的 宋阳浑身上下抑制不住地抖 随即他从桌上拿出了切水果的刀 疯狂地朝秦洋脸上滑去 私家侦探护着我躲进房间里 并且叫门牢牢锁死 门外 秦洋的惨叫声连连 他如今怕是终于后悔 可一切都为时已晚 宋阳问出了张承的地址后 用力地把门一关 愤然离去 我报完警后 确认宋阳离去 才在私家侦探陪同下 缓缓打开房门 外头客厅里 秦洋躺在地板上 旁边流了一滩血 他的脸上血肉模糊 怕是已经毁了容 而婆婆居然丝毫不在意秦洋的死活 反而是坐在沙发上 哀声叹气 还以为能抱孙子呢 现在又是白高兴一场 等我走出去的时候 秦洋已经是奄奄一喜 我连忙掏出手机 拨打120的电话 好歹也是一条人命 我可千万不能让他死在我家里了 毕竟 他还欠我钱呢 秦洋很快被送往医院救治 到了傍晚时分 警局的人打电话来 电话里说 宋洋捅的张承一刀 已经被抓到了警察局 我不小心按到了外放 让婆婆听了一清二楚 他当场吓得昏厥了过去 秦洋被打成重伤 张承也被宋洋捅进了医院 张承那边表示 不惜一切代价 要让宋洋重判 婆婆不舍得让宋洋坐牢 气势汹汹地走到我面前说 苏晨 你跟宋洋好歹夫妻一场 你家里那么有钱 想办法把他捞出来 都这种情况了 他怎么有脸用另一式口吻跟我说话 你以为法院是我家开的 要他们放人 他们就肯放 婆婆对我对的一致 那你不会用钱去找那个男的和解 要他千两解书 大不了就给他个百八十万的 百八十万 他说的倒是十分轻巧 这些钱我倒是有 可我凭什么要去给宋洋擦屁股 谁叫他自作自受呢 这一切都是他该得的 婆婆被我气得骂街 说我父母没有把我交好 如今老公被抓了也不救 见我还是没有反应 婆婆便只好示弱 朝我跪了下来 苏晨 就当我求求你 你救救杨阳吧 实在不行 我来替他顶罪 让那帮警察来抓我坐牢 我实在是受不了他这番脑残发炎 便跟他说 那您去警察局问问 看看他们肯不肯让你顶罪 这本是一句气话 他竟然还当真了 婆婆当即起身 你说的对 我这就去求他们 他走出家门后 我连忙起身打电话 吩咐换门锁的工人过来 我要把家里所有的门锁全都换掉 以后也不让这帮傻逼 住进我的房子里 换锁工人很快就过来换好了门锁 然后我把宋阳和婆婆的衣物整理出来 直接丢到了房门口 这帮白眼狼落得这番下场 简直就是自作孽 这期间 我也托人去警局打听情况 宋阳不是纯粹的拿刀砍人 他是手里抓着水果刀 沿街砍得张城一路 这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加上他对秦若做的事 全被私家侦探拍照取证了 有这些证据 这辈子 宋阳别想出来了 做完这一切后 我又从家里搬了出去 在家里居住的每一个晚上 我都会梦到自己上一世凄惨的死状 当晚坐在酒店的床上 我无聊时 拿起手机查看门口的监控 结果看到了 婆婆气急败坏的模样 苏晨 你怎么把我们的东西都拿出来了 锁也换了 快开门 婆婆拍了几下门 发现里头没人回应后 便发怒的抬脚想要踹门 我通过手机远程操控监控 跟她说话 安姨 我劝你不要乱来 这个门很贵的 踹烂了 我要你赔 婆婆气急败坏 就又不知道我在哪里发出的声音 她只添咒骂 你居然敢自己的婆婆出门 你没有良心 会被天打雷劈 这房子是我爸妈留给我的 跟你和你那狗屁儿子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婆婆气得都要蹦起来了 你是我儿子的老婆 生是我家的人 死是我家的鬼 你的就是我们的 都这时候了 她还在做这种春秋大梦呢 我懒得再跟她说话 当即退出监控 然后上床睡觉 四日一早 我带了律师去医院探望秦弱 她满脸裹着纱布 医生说 刀口划得太深了 即便是以后伤口长好 也会留下疤痕 做修复手术 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除此之外 秦弱以后也丧失了生育能力 她被宋阳重重地踹到流产 送到医院的时候 情况已经很危急了 必须摘处子宫 秦弱见到我 眼里流下了滚烫的泪 苏晨姐 我对不起你 我没有理会她那滴鳄鱼的眼泪 可她继续戳戳戳戳说道 这件事情 我不该骗你和宋阳哥 你能不能跟宋阳哥说说 看在从前我跟他好了一场的份上 把我把药费交了 听了这话 我忍不住笑出声 你宋阳哥 可没有能力给你交易药费 我忘记告诉你了 你住的那个大别墅 宋阳开的车 以及家里的公司 那都是我家的产业 跟他宋阳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杀人诛心 我看着秦弱眼里的光 逐渐暗淡下去 几秒钟后 病房里充斥着西斯比里的声音 不可能 你一定是骗我的 宋阳说了 他是公司里的大老板 家里的车房 都是他自己挣的 他说了 以后就算我们分手 他也不会亏待我 我和律师抱以同情的目光 你看他一个吃软饭的上门女婿 有给你买过一件东西吗 别忘了 这些年你的一切都是我自助的 秦弱足足愣了几分钟 才反应过来 自己抱错了大腿 但是 我不会给他机会了 今天过来 是想找你算一笔账 这些年 你从我这里借走个钱 杂七杂八加起来 也有168,321块钱了 你好好看一看 什么时候出院了 把钱还给我 还钱 秦弱这是慌了 这明明就是你当初主动给我的 我轻轻挑眉 可是你自己也承认了 那些都是借款 今天 我还带了律师过来 剩下的 我的律师会给你协商 你看看自己是一次性还亲 还是得分期 秦弱气得浑身发抖 是你老公导打成这样子的 我要告他 我要让他去坐牢 他不会以为这样能威胁到我 我巴不得他一起告宋阳 扭头离开医院后 我吩咐律师 尽快起诉离婚吧 一定要敢在秦弱状告宋阳之前 把婚给离了 毕竟 我可不想提宋阳 去偿还秦弱的医药费 律师也十分肯定地给出答复 放心 这种情况 法院一定会判离 于是 下午我便跟着律师 直接去提交资料 准备离婚 在这期间 我点开手机查看监控 发现婆婆竟然在房子前打地铺 直接睡在了上面 并且她逢人就说 自己的儿媳妇不孝顺 把她赶了出来 我当然是不会惯着她 当即拿出手机 拨打的报警电话 有一个可疑人员 一直徘徊在我的家门口 不过即便是赖着不走 也不敢跟警察对抗 但是律师还是建议 我把房子卖掉 以免后续还有其他麻烦的问题 当晚 我把房子 也挂在了二手平台准备出售 再次在拘留所 见到宋阳的时候 她整个人都变得十分憔悴 老婆 老婆你是来救我出去的对不对 宋阳戴着手铐 见了我就像是见到了救星 苏晨 你那么有钱 一定有办法救我出去吧 我吃笑 宋阳 你这可是犯罪 犯什么罪 这都怪那对狗男女 要不是他们害我 我怎么会生气打人 老婆 我们可是夫妻 你总不能见死不救 夫妻 我拿着法医的离婚判决书 甩在桌子上 宋阳 我已经跟法院起诉离婚 并且法院也已经判定了 从今天起 咱俩可就不是什么夫妻了 宋阳不肯相信 你骗我 我还没同意 你怎么能跟我离婚 财产呢 公司呢 我们多年的夫妻 你一点都不想留给我 我轻轻一笑 你在里头好好服刑吧 表现好了 说不定还能争取宽大处理 至于财产这一块 婚前我都做了财产公证 那些车房公司与你无关 然而 我知道 他已经没有机会宽大处理了 我前脚刚拿离婚证 秦洛后脚也起诉了宋阳 由于他那番殴打 对秦洛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秦洛主张要宋阳赔一百多万补偿 然而宋阳穷光蛋一个 哪还有钱赔给秦洛呢 数罪并罚下来 宋阳下半辈子都得在牢里度过 处理掉这一堆破事 我从宠物店里把球球给接了出来 店老板开玩笑跟我说 要不是你定期给钱 我还以为你把他抛弃了呢 他身上的伤 已经慢慢养好了 现在很健康 球球许久没见我 高兴坏了 我把他抱起来 球球是我的家人 我怎么会抛弃他 为了不受到钱婆婆的骚扰 我带着球球 直接去车到了新买的房子里 他不知温馨 不会再有人会伤害到我们 当天 秦若又打来了电话 苏晨姐 我已经把宋阳起诉了 如果你愿意帮他给赔偿费的话 我就签量解书 我还是希望你能好好考虑 毕竟这算是夫妻共同债务 必要的时候 我会起诉你 我拿着玩具 一边斗球球 秦若 我跟宋阳已经离婚了 宋阳欠你的赔偿款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更不存在什么夫妻共同债务 秦若对我对的一致 他不相信 声音都变得尖锐 苏晨 你这人就这么狠心吗 你是不是非得逼死我 我觉得很搞笑 你死不死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可别忘了 我们不过就是个陌生人而已 我仔细想了想 不对 我们还是有关系的 我是你的债主 你是我的欠债人 你欠我的钱准备好了吗 秦若直接挂断了电话 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 如今是信息化时代 秦若就算是躲着我 也躲不掉他该尽的责任 至于婆婆嘛 被警察赶了几回之后 他竟然收拾了全服家当 住在了法院门口 甚至还竖起了横幅 说他儿子是被冤枉的 法官胡乱判刑 我在手机上看到的视频 是钱婆婆骂骂咧咧 结果却被一群执法人员 以妨碍公务 直接抓进警察局拘留了 这对母子齐齐被抓 倒也是大快人心 我照样上班 管理公司的一堆事务 偶尔闲暇的时候 就会让律师帮我去催一催账 但秦若每次不是在装可怜 就是在玩失踪 再后来 我的别墅也卖出去了 钱婆婆有时候还是会游荡到那边 结果就是被房子的新主人 当作是贼 慢慢咧咧赶出来 再次见到他时 是我周末遛狗 球球寻着记忆 偶尔会带着我回到从前的家 有个衣衫褛褛的老太太 就这么睡在公园的椅子上 她的精神都有些不太正常了 球球朝他吠了几声 他也没有反应 只是我牵着狗 从他面前过的时候 听见他嘴里喃喃自语 那明明就是我的房子 是我跟儿子住的地方 怎么能把我赶出来呢 婆婆都落到这番禁地了 仍然不知悔改 也活该他如今过的凄苦 由于秦若每次都不理会 我的催债信息 我便直接向法院起诉 并且要求让法院强制执行 也就是说 后续他的账户上 但凡有一点钱 都会自动花给我 秦若不止一次来公司求我 甚至还闹了起来 苏晨 你那么有钱 为什么不肯给我一条生路 我现在已经这么惨了 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不行吗 秦若的伤好了 但是脸上的疤依旧独目 我连他的面都没有见 直接吩咐保安把人赶走 这种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不值得我可怜他 三个月后 律师给我打来了一通电话 告诉了我一件事 宋阳死了 其实 宋阳是被判了三十多年 我原本还担心 他出院后会报复我 然而律师通过各方关系打听到 宋阳在监狱里 十分不服从管教 他多次跟与有发生矛盾 后来再一次争斗中 宋阳磕破了脑袋 死在了里面 我的心里只觉得畅快 一想到 小区里那么多动物 惨死在他的手里 我就觉得他死不足惜 经历过一次生死劫难 我更珍惜当下的生活 热爱生命 努力赚钱 偶尔闲暇的时间里 我会陪着球球 这期间 也有不少男士向我抛来橄榄枝 但我一一婉拒 这个社会太复杂了 只有小狗的爱热烈且真诚 今后的日子里 只要球球还陪在我的身边 便万事顺意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